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讲义的第一面 第二大本 一叫去求 请看第一集 请集相云 集发心柱 为云佛设立而法至求 其大悲心 下法寒食 悲至相导 种至相应 明发心柱 经文 从这个地方 才是正式的入参学了 前面给诸位报告过 善才同子五十三三 五十三也是表圆满 不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素质 要懂得它代表的含义 其实 师尊是将我们整个社会 各个阶层的人物 男女老少过行过夜 把它分作五十三类 那么由此可知 这五十三代表我们整个社会 一切的人物 这个才叫圆满 那么也就是说明 我们一个人生活在世间 决定不能够离开群众单独生活 所以人是一个社会动物 一定要懂得如何跟别人相处 菩萨道的修行 菩提道的圆满 要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讲 就是做人的圆满 由此可知 佛法不能不学 你不学 就不懂得做人 不懂得做一个圆满的人 然后才知道 这个教学对我们多么的重要 佛教学的对象 无论男女老少 学生当中有沙米 他不满十岁 有年岁很大的 一般六十多岁 这都是佛陀教 这都需要接受佛陀的教会 他教过从俗发音到圆满成佛都不可以离开 那么这个是善才童子离开他的老师 老师前面介绍过文殊思义菩萨 文殊是现场 在文殊会议下 他振得了根本质 根本质是什么呢 我们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讲 就是他已经振得了清净心 根本质就是清净心 清净心里面一个妄念都没有 正念先前 正念是五妄念 五妄念 正念的起作用叫做智 这个智的样子是什么呢 样子是无知 波若经常讲的 波若无知 他在不起作用的时候是无知 起作用的时候是无所不知 无知而后才能够做到无所不知 我们今天求知恰恰相反 我们是希望什么都知道 结果是什么都不知道 纵然知道也搞错 也不是真知道 所以不仅是佛 佛讲 佛里面讲摄方三世一切祝福 不但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教导 射方一切祝福如来 教化众生同一个原则 我们要懂的 那么这些道理 佛教没有传到中国来之前 中国孔子知道 老子也知道 孔子再往上面去 遥身于他 文武周公 这些大圣 他们也都知道 因此 这些人的教学 理念 方法 手段 目标非常接近 我们仔细观察了 这才了解 这是真实智慧圆满的教学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那么根本志得到之后 要成就后得志 后得志就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知 要怎样去修修呢 要去解除 一言要记 耳要听 一解除就通达明了 快得很啊 我们在佛经传记里面 看到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也是得根本志之后 跟山财同志一样 出了探许 他在短短的期间 把印度所有的宗教典籍都读进 都同他明白了 读佛经 所以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义切经》 他三个月去念完了 也全部通达了 为什么我们搞一辈子 纵然我们长寿能够活到两百岁 两百岁呀 这一部大藏经也没有发自通达 他为什么三个月就通达了 我们现在晓得 我们的基础不一样 他得根本志 我们没有得根本志 没有得根本志 学起来就困难了 得根本志 学起来就容易了 所以是一文千物啊 一接触就一直 没有障碍的 没有障碍的 全部就通达了 所以古人教学的方法 有它的道理 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 决定不能够看清 那真是一个 不但是讲究竟 它是非常稳当快速成就的方法 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枯术方法论 要跟它相比 相去 原有原知 那么这些前面交代的话 我们就说到此地 现在我们看这段经文 这是到发心柱了 几是代表地死 吉祥云比丘 五十三餐前面三位 代表三宝 佛法身三宝 总是在佛法里 总是把三宝放在最前面 这是我们修学的根本法 菩萨的名称 含义很深很深啊 吉祥云 特别是在中国 中国古时候 晚辈对长辈 情安都是用吉祥 吉祥 不是用吉祥 吉祥两个字怎么解释的 最简单的解释 你应该得到的 你都得到的 你应该享受到的 你都享受到的 这叫吉祥 不应该得到的 你也得到的 不应该享受的 你享受了 不吉祥 此距里的含义很深很广 这叫吉祥 真的是所谓众善因的善果 你的果报跟你的因一定是相应的 这吉祥 不相应的 这就是不吉祥 这两个字非常非常之好 在祝福里头 是很圆满的祝福 这后面有个云字 云字用意更深 云是像云彩一样 云彩 古人也想的 现在我们更清楚 它代表什么 非有非有无 语言看 我们在云层下面 看空中的云层 不能说没有 你接近呢 接近就没有 所以它代表的是 非有非有无 说明 事出世间 一切法的真相如实 明了真相 在金刚经上常说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这个云在四地就是表 梦幻泡影 你不能说它没有 你也不能说它真 就像我们现前这个事件一样 你要很冷静 仔细去观察 你才知道事实真相 非有无非无啊 因此 我们 决定 不能执着 你执着呢 就错了 你知道 非有无 你就不会执着 你要知道因果不空啊 你决定 记得修想 佛经上常讲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因果为什么不空呢 因果的转变不空 因果的相续不空 你看 因变成果 果又变成因 循环也不空 因果永远在循环 永远在转变 永远在相续 这就是我们 世间的 一切现象的真相 我们努力修善积德 这个转变 愈转愈殊 愈转愈好 这是一定的道理啊 人不可以不心善 人不可以执着 这是祝福菩萨 跟我们不相同的地方 就在此 云表这个意思 你看看 在这五十三餐 这个代表里面 不论他的身份 是男女老少 出家在家 三十五位善之时 出家的五个人 那这个五十三个 甚至是 在家的多 出家的不多 出家决定是实心 教学的这行工作 教学 教学 在家不是一样教学吗 得是一样教学 像维摩居士 在家 在家佛 在家菩萨 都得很啊 世间出家 是对于一切众生里面 某一类的更新来说 这一类愿意发行 从事于这个工作 现身于教学 终生从事于教学 专心致志 那么尤加雷 尤加雷一定有分心 这个精神力量不能够集中 不能把这一桩事情呢 做得十全十美 是这么个原因 现在的话讲呢 牺牲奉献 学己为人 是这么个意思 吉祥云 他是以出家人的身份 为我们表演发心柱 你看看发心 和促发心呢 发的是什么心呢 大菩提心 大菩提心是什么呢 我们佛弟子 常常念叠四鸿十愿 众生无边十愿度 烦恼无尽十愿断 法门无量十愿雪 佛道无上十愿尘 你发这个心 发心柱的菩萨 那我们想想 我们不少同修都发了这个心啊 那我们是不是发心柱的菩萨呢 也可以说你是发心柱的 但是不能跟吉祥云比 吉祥云真发心了 我们这是口头上发心 心理没做到 所以天台大司讲呢 我们这个发心叫明字发心 又明无实 这个没有用处啊 不能解决问题啊 现在说我们受了菩萨戒了 明字菩萨 受了比丘戒了 明字比丘绝对不是真的 如果自己认为我是真的比丘 真的菩萨 你妄语啊 你骗人啊 这个不可以 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们发心了真干 真干在学习 做得不圆满 我们发心这个弗度一切众生 虽然有这个心 我们能力不够 真的遇到事情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哪里能成圆满呢 断烦恼 烦恼吸气还是断不了 天天想断 烦恼减少一点 并没有断断 一年比一年减少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你已经在真干了 这叫观形土上 你已经在做了 不是有名无始 你已经在做 但是你做的分量不够 再努力去做 烦恼里面不够我们讲 别分类啊 见识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大类 分为这三大路 你把见识烦恼断了 真断干净了 这有点像 这样 所以叫相似味的菩萨 你有点相似 还不是真的 真的要怎么样呢 尽私烦恼断了 沉沙烦恼断了 相似的无名也断一平安 这是真的 所以这叫分争味的菩萨 他们才真的菩萨 华言经上称为法神大司 他们真的法神 什么是法神 佛经上告诉我们 虚恐伐戒 一切众生就是自己 自他不二 我们今天是度佛经 懂得这一句话 想得这个意思 自己做不到啊 他是他 我是我 我不是他 他不是我 我们还是有界限存在啊 那你就没有真的法神 真的法神的人没有界限 跟一切众生都没有界限 自他一体 法神大司才真的 那吉祥云在这里出法神柱 他是刚刚正德 所以正德 还不够深度 正得很浅 但是他确实是正德了 柱这个意思是安柱 不会再退了 这个柱用现在来讲呢 就是他的地位 他这个地位 不会退转 只有在往上面提升 不会往下退 退多 那么这个成为柱 下面这是解释 下面这是解释 为语言佛奢励 二法之求 这真正是佛 像佛看起啊 佛有十种特殊的能力 我们今天想超越一切众生的能力 智慧 这十种是能力也是智慧 所以叫胜利智 所以叫胜利智 学习这个 这才发大志愿 求无上的佛果 深习大悲心 上求下化 落实在众生无边十一面度 佛果的十力 这十种力 我们在此地简单地做一个介绍 他是说如来 这是讲的究竟骨位 没有比这个再高了 没有比这个更圆满了 他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彻底通达明了 决定没有错误 没有遗漏 这才是圆满真实的智慧 第一种呢 第一种呢 我们讲第一种到第十种举例 细说说不尽 所以世尊把它归纳 归纳成十大位 每一类里头 每一类里头 细说都是无犹穷尽 第一类呀 叫世处非处智利 什么叫世处 什么叫非处 他的意思是 知一切众生因缘果报 这就是因果 诸位必须要想得 世间法跟出世间法 世间法 不是讲我们这个地球 不是讲我们人生一世 那太小了 世间法是讲 社法界一真壮严 这是讲世纪 社法界很难懂啊 社法界从上面说 第一个是佛法界 第二个菩萨法界 第三个 辟致佛法界 第四个阿罗汉法界 我们称的叫四圣 这四种就是圣 下面就是六道的凡夫 有天法界 阿修罗法界 人法界 畜生法界 鬼法界 地狱法界 这总共是法界 是佛法界 是佛法界 彼此不相知 彼此不相逢 它确实存在 但就像今天科学家所说的 是一种不同 是一种不同 唯一次的空间 我们用这个来解释 事法界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也就像我们今天看电视 一个画面 有十个频道 十个频道 都没有离开这个画面 你打开一个频道 它就写一个境界出来 换一个频道 又一个境界出现 所以 这个就是说明 社法界 一报正报 种种 这个现象 庄严 我们现在的话讲现象 宇宙人生的现象 在佛法里面讲 叫一正庄严 换成现在的话 叫宇宙人生的现象 不相同 为什么不同呢 因果不相同 你造什么样的因 现什么样的果 造因 就像我们开频道 你开哪个频道 现哪个画面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我们自己 不能不明了 不能不学习 这个社法界 不是华严经上讲的佛法界 华严经上讲的佛法界 讲的法神大事 比这个还要高 这个统统叫世间 世间界限在此地 华严经上讲的 才叫初世间 初世间也都有个名词 这个名词怎么来的呢 跟社法界相对建立的 因为有世间 所以就要说个初世间 有社法界 所以叫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是跟社法界相对建立的名词 没有社法界 当然也就没有一真法界 所以明字相不可得 为了说话方便起见 建立这些名相 名相不可以执着 懂得它的意思 不要去执着 为什么呢 假设的 并不是真的有的 这个佛法修行的难 就难在这个地方 许许多多的假设 你通通都要搞清楚 可不能当真 当真呢 那你就坏了 你就搞错了意思 那么既然有这个十个法界了 十法界的夜音古报非常复杂了 释迦牟尼佛在《法法经》上给我们讲的《诗如释》 放大了很多了 再告诉我们 过去三千 现在三千 未来三千 越设越多 越设越广 越设越深 重重无尽 无非是说明 因缘古报 这个四十真相而已 既然这么复杂 佛为了讲经教学方便其境 复杂因素里头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 单单讲最重要的这个因素 那这样我们学起来就方便多了 我们从上面看起 第一个佛法经 都要记住这世间法经的佛法经 佛说 平等心是佛法经 人的心平等了 这个人成佛了 所以我们 这个 学习 把佛陀交给我们的总纲理 我们归纳 规纳的越简单 越容易记住 越容易记住 容易休息 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正觉心 慈悲心 这是佛 我们说了五个 佛给我们讲 这五个里头最重要的 平等 对我们讲的 我们的心就是不平等了 不平等就做不了佛 平等心是佛 这讲第一个因素 语言 语言 我们简单说 我们归纳这个十个字 五条 真诚 清净 正觉 慈悲 愿 平等是因 古堡 古堡 这是佛 菩萨 菩萨 第一个因 六度 我 菩萨不能修 不可以不修六波罗密 我们有不少同学受了菩萨经验 无论你是出家菩萨或者在家菩萨 你要不修六度你就不是菩萨 六度里面哪个最重要呢 菩萨菩萨 菩萨菩萨跟前面五条都是因 菩萨 bik poisoning 菩萨菩萨 菩萨菩萨是抗火 前面五条 石石解 念如 禁禁禅定 都是放下 不施 放下坚淡 持戒 放下物依 忍儒 放下誠慧 禁禁 放下懈怠 禁禁 放下散乱 那是放下了 般若是看破 你要不认真修学 六波勒米 你怎么可能看破 你怎么可能放下 我学佛 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 张家大师 我头一次跟他见面 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 我现在知道佛法很好 很值得学习 但是不晓得从哪里入门 他老人家就教给我 看得破 放得下 就教我这个 我问他从哪里下手呢 不施 不施 这是放下的落实 放下才能看破 你放不下 你怎么会看得破呢 一定要真干啊 这个是菩萨道 那我们现在还认真努力在学了 把身心世界通通都放下了 我们算不算是菩萨 算了 社法界里面的菩萨 刚才讲了 观形菩萨 相似菩萨 而不是真菩萨 真菩萨是什么 真菩萨的标准 精刚精商世尊给我们开出来了 若菩萨由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摘相 即非菩萨 那个标准高吗 那个标准是吉祥云的标准 那么你由此可知 吉祥云比丘真正做到了 四相都破了 不但四相破了 四见也没有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统统放下了 这是真菩萨 这是一真法界的佛菩萨 这个意思说得深说得广 说在讲 对我们来讲 我们很不容易学到 我们必须把这个水平降低 降到我们现在可以做 而且容易做 欢喜做 讲到最低的标准 就是众善因的善报 善因绝顶得善报 卧因一定得卧报 这是讲到最低的了 那么什么叫善 什么叫窝 我们纵然不能做到 一定要知道 凡是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 利益别人的是善 凡是利益自己的是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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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告诉我一句 他说古人常讲啊 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这有什么过时呢 我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 这一句话错了 误导了许多众生 他眼睛睁住了 这一句话错了 跟佛法讲的一般八十度的相违背 为什么佛告诉我们 为自己是物 为别人是善 佛说的有道理 我们今天大家都晓得 我们身在六道轮回 设法界是世界 上面的四种世界 我们就去不了 生生世世 在这个六道里头打转转 苦无不堪言啊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有母 什么时候没有母了 你虽然在世间 在四圣世间 不在六凡世间 那就快乐无比了 所以佛讲的话对啊 六道是从哪里来的 六道本来没有啊 就是因为你有自私之力 自私之力这个念头 变成六道轮回 所以佛教我们要把母打破 把自私之力放下 齐心动力 为社会想 为别人想 为众生想 久而久之啊 这个自私之力的念头没有了 你就超越六道了 这是善的 这是真的啊 我们要搞清楚 要搞明白 要搞明白 所以事法跟佛法 要有很清楚 很明了的辨别 把它区分出来 造窝因 这是为自利 一切都为自己的利益 这个人到莱森呢 在六道里面说老实话 三山道都没有配 哪里去了 三窝道去了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地狱道的夜阴 晨晦 莫鬼道的夜阴 贪爱 畜生道的夜阴 愚痴 搞贪嗔痴啊 搞贪嗔痴啊 自私自利啊 决定正常贪嗔痴 古暴在三窝道 这个我们不要啊 这个我们不要啊 我们不但不要 我们还要去拯救 三窝道的众生 這才是真正發佈的一些新菩薩大道 所以對於一切眾生的這個因緣果報的事情 果報到底怎麼個轉變 怎樣相許 清清楚楚明明白 這一種釋出善因一定善口 悟因一定是悟報 絕對沒有眾善因得悟報 造悟業得善報的沒這個事情 這可是第一種的智體 第二種叫夜之力 夜是造作 正在造作的時候叫思 我們常問你做什麼事啊 正在造作的時候叫思 思造完了之後就叫夜 就好像我們辦事 事情辦完了之後 要歸當 那個歸當就是夜 我們一般人齊心動念是這造作 一言語是造作 身體的動作是造作 歸當歸在哪裡呢 佛法將歸當歸在阿賴耶識裡面 阿賴耶識 印度的凡語 翻成中國意思叫藏石 藏就是倉庫裡面 通通歸到這個倉庫裡面去了 這個倉庫沒有形象 肉眼看不見 耳眼聽不見 手也摸不到 它確實存在 永遠不會射掉 什麼時候遇到語言呢 它就起現形 就起果報 這個事情麻煩了 群歸在藏石被托拔 那麼造作的業者太多太多了 佛給我們歸拿 歸拿起來總部外部三大類 一類是山 一類是窝 一類是非山 非窝 無跡 說不上是善窝 我們拿毛巾擦一把臉 喝一杯茶 說不上善窝 善窝 這叫無跡 你一定造作再多 這個三類受敬 包括敬 佛知道 佛知道 不但知道你現在所造的 你過去身中所造的 你未來會造的 佛都知道 這麼一說 過去現在未來 那個人的命運不是定了嗎 確實 人真的是有命運 不過 佛 釋迦牟尼佛教導我們 他老人家 確定不主張 我們去占卜 看相 算命 看風水 釋迦牟尼佛不主張 這個問題有沒有呢 有 有 為什麼不主張我們這樣去做呢 你去做這些事情沒有意義 對於你沒有好處 現在人家的迷信沒有好處 佛教我們要相信自己 建立自信心 不要去僥倖去改造命運 那是完全錯誤 你完全被別人騙了吧 怎樣改造命運呢 我們多做好事 少做壞事 命運就改過來了吧 就改好了吧 多做壞事 少做好事 也改命運 改壞了 隨著命運 改好改壞 全在自己 因念至今 何必要問人呢 我們仔細想想啊 佛講的非常有道理 心底清淨的 常常反省自己所造作的 自己的前途清清楚楚明明的 我們一生 多為社會做好事 多為一切眾生做好事 自己就深深地信心 前途一片光明 縱然遇到有災難 種種種不如意 絕定沒有恐怖 絕定沒有驚慌錯亂 沒有 心是定點 心是快樂 直到 像我們佛學佛的人 佛菩薩保佑 互發生保佑 互發生保佑 肯定點 那麽這是業之力 第三種呢 定之力 知道一切 禅定三位 那麽這是講修學 在修學的過程當中 無論修學哪一個法門 都叫禅定 注意這一點一定要知道 絕對不是說只有禅宗才修禅定 那你就搞錯了 佛家八萬四千法門 我們就以這個來做比喻 是八萬四千種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手段 所修的全是禅定 因此 佛在金剛經上才給我們說 法門平等 無有搞像 這是真 只是方法 手段不一樣 我們的方向目標完全向 全是修禅定 什麽叫禅呢 六祖慧能大師在譚經裏面 跟我們講的好 外不著相 叫做禅 內不動心 叫做定 禅定兩個字的定義 跟我們說出來了 你明白這個道理 你才真正懂得 我們眼看種種色相 如果真能不受這個外面色相影響 心裡頭又不起心動念 我們的眼在色塵上 入了禅定 得禅定 眼在色塵上得禅定 得禅定 而聽聲音還會受影響 耳在色塵裡頭沒有入禅定 眼入了禅定 耳沒有入禅定 這種情形很多啊 栗子不勝美絕啊 必須六根對六層經界 通通都入禅定 那才關用 有一根入不了禅定啊 你的定功都不深啊 換一句話說 你出不了六道啊 對色相上來說 你覺得有人不貪財 財看得很大 再多的這個財物 他絕不動心 他在財裡頭得禅定 他見到色塵動心 色裡頭不行 然後你才曉得 這個畫畫世界 你樣樣都入禅定 你才能出得了六道 六道裡頭有異樣 你還會動心 你就出不了六道輪迴啊 你才曉得一切鑄禅三昧 這個裡面非常複雜 境界無限的聲廣 佛全都明了 這個叫定制力 好,謝謝 真的 謝謝 我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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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